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分享的环节了 今天我们分享的嘉宾一共有八位 因为大家都在不同的时区 我在这里先要有情地提醒一下 诸位前辈和牧者 请你们控制一下 控制好你的分享时间 我们的技术同工有可能会在最后 您的时间到的提前两分钟 会给您做一个提醒 下面我们首先邀请澳大利亚 一个笔姆真理追寻会的创建人 张坦老师为我们分享 张坦他是贵阳活时教会 129教案的当事人 大家可能都知道 张坦曾经他是民宗局的干部 他信主的过程 就是一个现实版的扫罗归主的过程 他现在主要在从事 中国家庭教会的历史和政策研究 今天他为我们分享的题目是 蒙奈与蒙恩 现在有请张坦老师 好 谢谢主持人 我看见这个屏幕上打的 那个有点错 我不是牧师 我是一个平信徒 好 我们今天呢 在这里纪念129 为什么要纪念129 因为就像刚才 张伯利牧师说的那样 神已经把他从俯冲的日子中 分别了出来 一方面 129是中国当局使用行政法律方式 系统性的笔伏家庭教会的信号枪 另一方面 129是中国家庭教会发展的新阶段 而最重要的是 我们并不仅仅从宗教迫害的角度来看待129 我们要从中看到神的心意 那就是我们今天聚会的主题 无论风雨来自何方 都不能震动神的国 我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第一批的宗教干部 长期研究中国宗教的学者 两个129教案 及贵阳合适教案 和成都秋雨教案的当事人 来谈一谈129 为什么会发生 如果我们放到政权合法性的高度来认识 在共产国际的运动 他在全世界的实验溃败以后 中国的执政集团 他们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发生了危机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 不得不修正治国方略 而最重大的修正 就是从直到思想的马列主义 修正到在中国文化传统中 寻找执政资源 于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观 悠然升起 提供中国声音 讲好中国故事 提供中国方案 成为当局的诉求 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 这叫做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 就是回到中国的文化传统 请注意 我们在这里说的是文化传统 而不是传统文化 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文化传统 指的是一种文化的精神底色 西方的马列主义 以中国的文化传统 他们都反基督教 但他们格子的反对方式 是不一样的 马列主义 是从基督教文化的河流里 产生出来的 以流 本身也是一种全球化的运动 唯武主义和无神论 是他们的思想武器 虽然社会主义国家 也运用专政力量 来逼迫基督教 但是 从本质上来说 他们仍然是一种 神学的观念的竞争 但中国的文化传统不一样 它有全然不同的产生机理 是一种以皇帝和现代的政治领袖 为绝对权威的偶像崇拜 它需要在一种封闭环境中运行 它反对基督教的方式 简单粗暴 那就是 政治上打击排斥 和文化上 正主教谁 而传道地级的福音运动 天然就是反专制 反封闭 而且是国际化的 这就是当前 以法治化管理为皇子的 取缔家庭教会运动 和基督教中国化运动的生成原因 在这里 在这种涉及到执政理念的大背景下 习近平做出三个绝不的指示 要求绝不允许利用宗教 对我进行渗透 绝不允许境外宗教势力 在我国境内形成体系 绝不允许在宗教领域 形成对抗党和政府势力 于是 十年清除家庭教会 就成为执政党的工作抓手之一 十年清除家庭教会 有所谓的四个一批的政策 这四个一批 就是登记一批 合并一批 过渡一批 取缔一批 2015年是该计划的验收期 我当时尾身在贵阳的合石教会 我看见验收工作的名单中 没有我们 以我在宗教局长期的工作经验 我知道我们一定是在取缔中了 我把我的担心告诉了牧师 去成都时 去成都的时候 也给王一牧师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不出所料 当年129博士教案就发生了 四年以后的同一天 秋雨教案也发生了 为什么都选择在12月9号 我认为了可能是在这个东升西降的 玉京里边 这种玉京里边啊 执政党 他有向次日就是12月10号 世界人权日示威的一种动机 我以为了贵阳核实教案是本轮打击家庭教会的四点 而成都秋雨教案 而成都秋雨教案是本能打击家庭教会的重点 为什么说何时是四点 这就需要解释一下我国政治的运行模式 我国政治的运行模式是上有所好下鼻圣烟 原先隔地拆十字架 插封圣经打击邪教等等 都是这种地方领导揣摩上意表达中心的 一种地方性的活动 都羞羞达达的找一些宗教因素之外的借口 并没有直接针对教会本身 而不再找其他的借口 明目张胆的有政法委牵头 成立专案委员会 组织16个警总和部门联合执法 通过取敌教会募收场所 募收财产 抓捕牧师和教会负责人的行政执法 以及对教会信众采取开除公职 解聘合同 官平生意 家属连坐 不许子女读书等多对于政治工作 就是从核实教案开始的目的 就是要全方位搞垮家庭教会 核实教案发生时期的那个省委书记 那个栗战书 他后来升任为全国人大的委员长 他是在核实教案发生以前调走的 但是这个核实教案的处理的方案 是在他任上就决定的 省长赵克志 后来成为了公安部长 他也是这样 他的情况和栗战书也是一样的 就是在他的任上有这个方案 但是真正的在2015年的时候 他已经调出了贵州 升任了公安部长 那么 直接的操满手 省政法委书记 盛宜秦 后来成为了国务委员 很难说 他们的上升都不以他们搞垮 核实教会的这种政级有关 他们的这一模式成功了以后 各地都去起军 并正式在全国拉开了对家庭教会的围剿 证明贵州经验得到了最高领导的肯定 2018年是新修改的宗教管理条例正式扳行的第一年 这一年动作频频 以当年129中国最具标杆意义的家庭教会 成都秋雨盛月被取敌达到高峰 而秋雨教案的操满手就是公安部当时洪急医师的副部长 申立军 可以看出 129不是针对你两个家庭教会的个案 它是当局系统性逼迫家庭教会的信号枪声 是地上国向神的国下的战书 现在取敌仍然还在进行 每一天都有逼迫的信息从割底传来 但同时我们又看到 129是中国家庭教会发展的新阶段 用王毅牧师的话说 是执政党帮助我们清教 我们从四个方面来认识这个判断 第一 129中家庭教会更坚强更勇敢了 在中国历史上 基督教曾多次的参与顶层设计 参与治国方越 参与文化建造 参与社区建设 从宏观的层面上看 这些努力都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功 其中没有挑战中国皇权专制 核心理念是主要原因 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 一方面 统治者通过政治垄断 垄断了中国人的一切权利 包括信仰权利 另一方面 我们的教会在唱着不谈政治的高调中 回避了信仰权利的抗争 有一个研究机构发现 在全球对基督教逼迫的情况下 只有19%的教会选择抵抗 这个报告说 抵抗的策略是最危险的 有可能招致政府的镇压 寻道和如今往往是这种情况的例证 中国家庭教会 尤其是城市新兴教会 就是选择抵抗的少数派 其中成都秋雨盛月 是当之无愧的代表 他们不惜以坐牢殉道 来为主做见证 众所周知 第一个公开指责执政党领袖 而挑战专制核心理念的 就是王毅牧师 他在讲台上指出执政党的党魁 也是罪人 我们不要小看这一次 为王毅牧师带来九年监禁的宣告 这不是出于血气 而是凭着圣灵 这一宣告相当于宣布了 先知的权柄 已经回到了软弱的中国教会 一 原先家庭教会被打压师 只是消极的转如地下不同 现在的情况是 教会里 社区里 媒体上 法庭上 家庭教会全面抗争 用非暴力不合作的姿态 对取敌 打压 进行全方位的抗命 王毅牧师告诉肢体们 温柔的反抗 主动的忍耐和喜乐的不服从 是基督赐给教会的三样重型武器 有一次一个弟兄对王毅牧师说 我们绝不容许他们伤害你 王毅牧师回答 不 我们允许他们伤害我们 但我们不允许他们伤害我们 是我们害怕 他做到了 在法庭上 在监狱里他做到了 这让我想起他的另一段话 如果上帝通过逼迫 来福星教会 我们祈求上帝帮助教会 甘心领受逼迫中的祖福 如果上帝容许报经和专制承载 来管教这个世代 我们祈求上帝给我们 忍耐和敬畏的心 第二 129以后 家庭教会更发展 更成熟了 被打散的家庭教会化整为灵 分散在众多的弟兄姊妹家里 牧师们被抓被禁 自发站出来更多的小牧人 他们从来未被各种恐吓 吓倒 从未耽误过一天的聚会崇拜 从未耽误过一天的传福音 也从未停止个原有的事工 这意味着中国家庭教会 不但是一个成立的教会 还是一个成长的教会 更是一个成熟的教会 北京一个被取缔的家庭教会 原来也不过几千上万的规模 现在每一天亲神 他们的网上的敬拜 都有近万人的参与 原来的贵阳合十教会 现在已经变成了贵州合十教会 而邱宇原来只是一个城市的祖福 而现在已经洒向世界各地 成为了世界的祖福 中国家庭教会经历的教案 他们不再追求表面的奋心 而是追求实实在在的生命的福星 他们的信仰更加坚定成熟 表现在他们并没有因此仇恨 迫害他们的人 他们深深的懂得上帝 是我们的避难所 也深深的懂得不要自己伸冤 王毅姆斯说 基督教站在爱的立场上 才能够不煽动对政党的仇恨 对民族的仇恨 对过人的仇恨 才能够在中国这个充满仇恨 暴力充斥 报复充斥的文化中 传讲上帝在耶稣里所预备的福音 和美好的信息 第三 129以后 家庭教会更合一跟友爱了 中国家庭教会运动 因为是从地下成长起来的各种宗派在各地自行播种物样 很长一段时间是农村包围城市 很大程度上是平信徒的福音运动 注定了他们天然的组织松散 神学光脸 百花气泡 加之执政党在打压家庭教会中采取拉一批打一批 统战与法律审判 收买与政治打压 同时并举的策略 在教会之间信众之间制造矛盾 由于教案发生后各种教会的应对策略不同 有的甘心牺牲走抗争道路 有的默默忍耐生死交妥给神 有的寻找出路悄悄论出 无论是走抗争道路还是忍耐道路 或者是论职道路的教会 他们不再相互诋毁 而是彼此带导 彼此帮扶 而且都没有回到地下 而是毫无例外的公开化 这是中国家庭教会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的标识 表达了高度的邻里合一 第四 129以后 家庭教会得到了中国社会更广泛 更深入的认同 在近70年 在近70年 从未停止的一天的打压的历程中 传福音从守望人的地下教会 发展成轰轰烈烈的平信读 运动 从少数人的良心运动 发展成现在有相当规模的社会运动 中国家庭教会 也从几万人发展到现在的几千万人 同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感情认同 价值认同 甚至是生命运同 感谢天父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机会 让我们可以承受逼迫 只为领受你的诫命 将福音传向万国万民 我们相信天父在天上掌权 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他的大能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呢 好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后边还有一点 就不在那个了 谢谢主持人 谢谢江台老师的分享 非常感恩 谢谢